另外感念医护人员的辛劳 花莲市长魏嘉贤 2号下午前往了花莲慈激医院 送上了温暖暖心餐盒 以及饮料各一百份 由慈激医院两位副院长吴宾安 以及何宗荣代表接受 魏嘉贤表示 感谢医护人员冒着感染风险 在第一线替民众筛减和注射疫苗 也让民众生活得得以安稳 我挺医护我家医 花莲市长魏嘉贤 2日下午前往花莲慈激医院 为冒着感染风险 听民众筛减跟注射疫苗的 第一线医护人员 送上天心面包店特制的餐盒 合金型饮料各一百份 希望代表花莲市民 透过小小暖心举动 感念医护人员疫情期间的辛劳 市长本身也是医疗人员 所以我们跟他这样的相处起来 特别的亲切 非常感恩市长 对于我们花莲慈苑的所有的医疗 还有我们相关的所有的同仁的 这个防疫的辛苦辛苦辛苦 来给我们做很好的慰问 让我们也在这个端午嘉节 能够也是可以身心愉快 大家希望能够防疫平安 我们也真的非常谢谢我们花莲各个医疗单位 那今天我们这一站来到慈激 那也真的是我以前实习的一个地方 一间医院 那对于这里来讲 有很多的老同学老同事 那还有一些老长官跟老师都在这边 那我们今天准备一些茶点 来给他们打气加油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里面 他们饮食上面都不正常 然后面对工作的压力 面对所有防疫的一个责任跟承担 那我们再次要代表花莲市民 谢谢这些守护我们的医护人员 那所以今天也制作一个口号 我挺医护我加医 也希望每一个朋友们 把自身的防疫做好之外 也要帮助我们所有医疗人员 给他们加油跟打气 那希望未来大家都能够一切平安 慰嘉贤第一站来到曾经实习的慈激医院 为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这次带来素食餐和慰绕 希望辞员医护人员享受到满满爱心之后 有更多的元气来照顾患者 副院长吴冰安代表医护同仁 向卫市长表达感谢 表示院方会持续妥善照顾病人 配合中央及地方防疫政策 实行筛检和疫苗接种工作 也期盼疫情能尽早消退 接着长邦雁华联士报导